各位观众老师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说法 距离力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视频可能会震撼很多人 在美国主流的媒体 他们都将这些画面模糊了 但是我觉得 这名四名攻击华裔青年的 这些人的嘴脸应该暴露出来 我找到了这个视频 我想让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视频里边的内容 看看的话 我们觉得从这个案件里边 究竟能够学到什么东西 当然 伯父 伯父 伯婆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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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受不了 cinco εν斑 你準是一個帶給你 出一尊 那是我們內鬧 我沒有 我沒有 你 好好說 你可以看得出这个案件里面 这4名黑人的小孩子 13岁到16岁 在菲德菲尔菲 礼拜三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 在火车下课的时候 他们乘火车回家 这4名黑人女子来挑衅 来Bullet霸凌这3名男子 华一的小孩子 没想到的话 在过程之中里面的话 这个女子有一位叫Tina的女子 出面来阻止 这4名女子的话围攻 先将Tina这个女子的话 这头打到火车门上 跌到地上 4个人围攻 全打脚踢 这个案件发生了 对我来说 让我想起来 我自己在学校求学的时候 被别人霸凌的过程 那时候我觉得 现在留学生 小留学生 在这边长大的ABC 同样的面临了 在学校被霸凌 那时候我自己小的时候 在乡下长大 后来考进了一个县城合园中学 在中学里边 我是因为我跳了几 所以我个子比别人小 在班上 我是最年轻 个子最矮的一小孩子 小学校里边的话 同班同学 有几个同学 专门是他们城里长大 所以对乡下来的小孩子 往往是欺负 所以我刚开始也是人 但是的话再一度挑衅 我再也受不了了 所以在有一堂体育课的时候 一位夜行同学 过来又来挑衅我 又来欺负我 我小的时候 跟叔叔学过武术 所以我那时候 他来吃鸡的 吃鸡我的时候 他人高马大 但是的话 我个子比爱 但是的话 我不是感受他的欺负 所以他来欺负我的时候 我一把抓住他的 下体性器官 用手 用力抓 抓到呱呱叫 叫了之后 以后大家的围观 以后我就 使用不肯放手 那个事情 后来体育老师过来了 我才松手 以后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夜同学 老是欺负人 我们学班里边的话 大概乡下来的话 只有十几个同学 都被他欺负过 但是大家都不敢出口 都不敢还口 还手 更不敢这个报告 后来 我将这个夜同学 以后惩罚了之后 再也不敢欺负我 在整个学校都知道 在整个学校都知道 谁也不能够欺负邓宏 所以那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不欺负人 但是的话 在这种人无可言的情况之下 该出手的时候 我要出手 后来我做记者 我就喜欢这种的话 我不期望别人欺负 因为我自己的话 被欺负过 那时候在八十年代 我曾经 这个在 后来的九十年代 也继续采访了 在华安社区 最大的一个帮派 叫华青帮 后来的话 跟其中一个 华青帮的 founder 叫Vesley 采访过 我说你当初 为什么要成立华青帮 他说 我在Cal State LA念书的时候 这些墨西哥一的 的学生 来欺负我们华人 就像 美人动手打 叫我们滚回中国去 以后 我那时候忍无可忍 以后 阻击几个同学 来打抱不平 才成立一个华青 华人的青年 这个华青 后来的话 在Cal State LA 发展之后 谁也不敢欺负华人了 到了90年代 基本上在Saint Gabriel 大部分的学校 包括Marshall High Montre Prada Arhambra High School Saint Gabriel High School Arcady High School Temple City High School 都有华青帮的存在 因为在学校里边 华人受欺负 所以一说 我是华青的 WC的 谁也不敢欺负 以后这些 拉丁裔的帮派 他一听说是WC的 以后他们打了几场仗之后 打了几场仗之后 谁也不敢再动WC了 所以WC华青变成了一个 在年轻人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你被欺负 这些华青帮过来 你是他们是欺负我们华人吗 我们就来打 不过来说后来很不幸的 这个华青帮现在就是因为太复杂了 以后这些帮派本来是一个华人 青年组织的保护自卫的 慢慢的变相 变成利用大家对华青帮的这些 这些微信 敬而远之 这种的话 慢慢的开始犯罪 然后后来的话 到了一个第三代 有一个叫三里的 他因为牵涉到一个抢劫案子 后来被判坐牢 我到监狱去探访他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 他被判很长时间的劳刑 他家里面的话要有授权书 所以的话 我他那时候他的案子 我没有代表 但是的话他委托我 因为我是律师 这个可以进去签字 还有做这些探访他 后来探访之后 我跟三里也谈了很长时间 因为WC里面的话 三里塞的话是powerful的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大学毕业的 他说当初我们华人出席户 我们华青帮替我们华人组织公道 但是后来的话就是因为 太多这个拉闸的成分 这样子里面变成一个帮派了 所以的话对他来说 很后悔参加帮派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话 我一直从事一个非常 这个我Volunteer之院的 在一个亚裔青少年中心里面 去做他的理事 这个也做过他的会长 这个组织也是要防止华人参加帮派 怎么样子来 因为在Saint Gabriel High School 我们发现华青帮 跟拉丁伊的帮派发生很大的冲突 造成了很多学生相忙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当时在学区委员里面 左学区委员的Garvey School District 叫赵美新 现在是国会议员 他就向United Way申请了一笔经费 来研究怎么样子预防华一帮派 跟拉丁伊帮派的冲突 后来我们就成立一个亚裔青少年中心 因为最大的问题里面的话 就是在下午两点半到六点钟这段时间 因为在美国高中两点半放学 六点钟父母才下班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就像这类的霸凌案件 常常会发生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向政府申请经费 就是让这些亚裔青少年在下课之后 能够到我们活动中心来 让他们打乒乓球打篮球 做扣后辅导 六点钟的时候父母到学校里面来接 到青少年中心接人就可以了 这个计划的话 过去三十年帮助了无数多的华裔青少年 还有他们的家庭 让他们远离的帮派 但是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像我想起来 如果是这类导音 你可以看得出这四名黑人 咄咄逼人还骂脏话 叫这些种族歧视的 他虽然面临了所谓的种族恐吓 还有攻击罪 但是他们是未成年 法律 美国的法律根本的话 就是帮他打打手 slap in the hand 就是就可以了 因为再加上他们是黑人 所以法律上面法官 现在往往是高高举起 轻心放下 以后在法律上面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能够保护他的 都会保护这些华裔青少年 但是的话 他们这些人还是一样 会回非作歹 这些人之所以无法无天 往往霸凌的人 是因为他家庭的问题 你想想看这个一个家长 他说这个其中四个我一个是女儿 他已经离家出走12岁离家出走两个星期了 妈妈才看了视频才知道 这是我的女儿 大部分这类罢凌的案件 大部分这类罢凌的案件的话 往往是他们的家庭教育有问题的 我过去代表了几个校园罢凌案件 其中一个男生 16岁 为了追求一个 因为这个小帮派 小group的留学生里面的话 他是17岁 这个男生为了追求这个女生的话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这个案子后来犯了严重的罪 当时作为家长 我自己有小孩子 我知道的话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小孩子 走上正路 其中最重要的话 就不要听信 为了这个女的 不要听信别人的话 要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所以的话 我在监狱里面常常开导她 她说 不要 就是这个女生叫你去做 并不是表示的话 就是对的 你应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学会say no 以后 当然后来的话 她家庭委托我 送一些信给她 因为我律师 我不能够随便 我必须要过例里面信的内容 我看了这些信 我自己知道 问题发生在哪里了 在信里面的话 这个爸爸说 儿子啊 女人不值得 不值得为这个女人 做那么大的牺牲 等你出来之后 你要有多少女人 我可以安排你多少女人 你可以看得出 她小孩子 她的价值观念 完全已经是改变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的这个视频 让我感触很大 这个女生站出来 替 来阻止 对三名男生的 攻击 但是后来这个女生 被攻击的时候 这三名男生 到哪里去了 这个就像东亚 病夫一样 作为一个男生 你应该有这个 别人保护你 你应该站出来 来避免 保护你的人 受的攻击 并且 你想想看 这四个女生 并没有任何的刀枪 你三个男生 你应该站出来 并且 就算你不站出来 这个之前一天 根据报道 已经是被霸凌过 为什么不向警察报案呢 为什么不向学校报案呢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在这边 长大的华裔青年 家长 忙于赚钱 家长的话 忙于教学小孩子 要考进大学 名校 只中在 这个 课程的成绩上面 以前我们那样 学校 除了 得 道德教育 课文的 语文的 功课上面的教育 还有一个体育课 在美国 没有体育课 有一个体育课 那是 有的时候选修的 不像高中 大陆的高中 或者台湾的高中 早上都要做体操 以后还要必修的 体育课 这个必修课 你必须要完成的 在大学里边 大学 还有很多高中 PE的话 是选修课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家长 经常会看小孩 送小孩子到 课后辅导课 我一般建议 所有的小孩子 在美国长大 应该去选一些 self defense 自卫课 在南加州 有很多这种武术学校 我们学武术 不是要打人 而是学会自卫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这种情形 如果你展示一下 中国功夫 这些人 能够敢来欺负你吗 所以我建议家长 除了功课之外 一定的话 尤其是现在 这个治安不好的情况之下 一定教导小孩子 做一些运动 学武术 学会自卫 有的自卫 才能够保护自己 好的 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 邓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